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奥斯卡提名名单已经全部出炉 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斯嘉丽约翰逊了 她凭借着乔晓的异想世界以及婚姻故事 分别提名最佳女配与最佳女主 这是她首次提名奥斯卡 一提就是提俩也是太厉害了 两部奥斯卡热门已经分别在内地定档 乔晓的异想世界将于2月12号在全国一连专线上映 而《婚姻故事》将于2月28号上映 日子选得都非常不错 因为颁奖典礼在2月9号举行 如果这两部电影有所展会的话 对于票房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不少引民表示 还好《婚姻故事》是绕看了情人节 不然看过的情侣和夫妻可能在影院当场分手 电影讲述了斯嘉丽约翰逊 饰演的女演员妮可 因为一见钟情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从这名女演员变成了丈夫手下的话剧女主角 渐渐失去存在感的她 成为了丈夫背后的那个女人 事业发展被限制 丈夫出轨成为了压倒这一切的最后一个闹草 男人决定打官司离婚 相爱的时候对方深圳的缺点都变得无比可爱 然而生活消磨了激情 婚姻变成了一地鸡毛 片中长达10分钟的夫妻吵架 看得令人窒息 到时候有勇气的可以和自己的另一半 去看看这部电影 毕竟奥斯卡六题 实际上斯嘉丽约翰逊陪跑也没什么 毕竟终于得到了奥斯卡认可 五月的时候 黑寡妇独立电影也将上映 她应该是今年最火的女演员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